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工智慧二 第九十二期 课程主题 无说无事 无文无的地质品 课程新的报告 第一名投稿文 主题 民诗难得千年有约 投稿人亭亭玉立 北京大学心理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 投稿日期 2023年3月26日 以下共享今日主题 民诗难得千年有约 首先共享生命转折 所谓何来 唐朝韩语的诗说 指出 诗者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也 藉由说与听之一如平等性 令听者契入甚深意理 进而达到授业与解惑的功能 今日教学 经文 唯魔结晶 地质品 论集 无说无事 无文无德 正式彰显说与听之一如平等性 换句话说 说者与听者的全然容设 这就是民族珍贵 师徒千年之约 宋朝心气急 清欲暗 元系云 众里寻他千百度 慕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作者道敬 余生与圣宣师父的千年有约 且看着文感悟如下 第一 生命转折 所谓何来 开场视频 改变前对比改变后 描述女主角小美 其人生的无奈转折 这一念是尊在普提树下 为众生证悟的第一真理 是圣地 for normal truth 苦地及地 灭地道地 释迦摩尼佛指出 凡夫欲苦 走投无路 不得不转的无奈 我人如果不修行 佛性无力彰显 天天努力干错事 而不自知 人生必苦无疑 例如 佛说常受灭罪 护诸童子陀罗尼金云 普光正见如来 以佛为力 报鬼使言 无常杀鬼 我今现欲为颠倒女人 说常受命灭罪金 经典援引 颠倒女人 其文殊菩萨 过去生宗的仪式 叫做堕胎大恶业 面临无常杀鬼的讨报 此时 所有的权贵名利 与荣华富贵 形同虚设 都无法阻止夜席的来临 因此 师父经常告诫弟子 修行一定要趁早 因为世间无常迅速 无人当情精进 如就投然 以下让我们共享 心念双华 转折金要 思维高下所见护裔 思维低下只能看到 现象界幻化的净花水月 无力施及其背后 终极本质空性的支撑 疑惑烦恼拒齿而来 反之 思维升华 Thought Sublimation 因为了悟终极本质 这时间空间与物质 都随顺造作因缘 而得到相对应的彰显 并且无损于终极本质 如如不动空性 即灭的特性 换句话说 说与听在现象界 果真是存在着 然而他却无法撼动 空性emptiness的 即灭涅槃特性 是为无说无事 无听无得的最佳诠释 无怪乎 爱因斯坦名言 时间空间与物质 是人类认知的错误 因为一般人 无力结合世间法 与初世间法 用以定义 宇宙万象的呈现 因此所见 皆是片面的虚幻 思维升华 实时彰显至高的重要性 乃至到人生终末启示 师父曾在 现代人的 《善终启示录》 一文中指出 唯有当心念思维升华 促及灵性的如如不动 才是真正超越死亡恐惧 而不是透过临终者 在世间家人所给予的陪伴 因为陪伴还是在物理空间 没有超越 量子纠缠证明 无限远的两个粒子 透过电子自旋的搅动量 实时都处于同步共振之中 因而空间也是虚幻的存在 学习宣特别侧重 弟子思维的升华 透过多种写作 阅读量运作方法等等 开发思维升华的能力 实时超越二元对立 因此在终极本质上 体悟三轮体空 没有说法者 没有听法者 也没有听经文法 这一件事的时存 修行需要亲近民师的指导 方能正确落实在日常生活的 四维仪行住坐卧之中 僧元师父实时阐述不恶宗道 non-duality middle way的圣神义礼 并且恶六时钟 不断视线如实的生命践行 这就是民师与民师最大的分水岭 以下共享圣玄结论 民师难寻千年有月 大乘主张 一乘一道 成佛之道 师父天天守候在 我人生命必经之路 一次次的经过和陪伴 直到我们觉醒的这一天 贝壳里传来大海的哭泣 这一却 失去了这么久 今天直欲苦痛 终于明白 原来我一直未曾拥有 这就是文殊智慧咒的精髓 了无所得 因为一切宇宙万象 法尔如是 得与不得 原来只是一体的两面 只有思维升华者 方能了悟 圣玄与陆云 徒寻师难 师寻徒更难 慕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 蓝山处 他述说 余生与圣玄师父的 千年之约 尽行受 自2011年起 余生业以师愿 追随师父修行的证悟 直到无尽的那一端 感恩上榜人 亭亭玉立 文情并茂 述说 这十二年与圣玄的师徒情深 圣玄界本寒之意 与献上至高无上的感恩